上回说到 我74岁的老爸成功登顶了Rainer Bringen 下山后 我们没有马上回家 趁着没下雨 来到可以拍雷纳镇全景的一个桥上 如果不爬山 从这里也可以拍到雷纳镇招牌的明信片照片 上次来雷纳的时候 没能体会到她的美 这回来 终于明白 为什么称她是卢福顿最美小镇了 就是无论什么样的天气 从什么样的角度 都能拍到绝美的照片 我们回到民宿以后 天边突然出现一道完整的彩虹 仔细看 还是双彩虹 看到双彩虹必有好事发生 所以马上叫我爸妈出来看 我正常给你打电话呢 我给你打电话呢 我给你看不见 好漂亮啊 好漂亮啊 对 而且很大 从头到尾了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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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你心想事成 太漂亮了 对 从来没有见过那么漂亮的娘子 而且那么完整 对 不 明天我们就要离开雷纳镇了 感觉两天时间根本不够 应该安排更多时间在这里才对 不过 也许遗憾才是再次出发的理由 准天一早 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民宿 又把周围的景点重新走了一遍 我们还在安妮塔西夫的餐厅外面的商店逛了一下 里面卖很多罗夫顿的特产 主要是雪鱼干 那天的风依然很大 但是我似乎已经习惯了 顶着大风 找没拍过的景观和角度 还落在其中 殊不知 一场噩梦正在等着我呢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离开雷纳以后 途中经过了Frit Wong的两座悬秘桥 人称恐龙桥 我看没下雨 就飞起无人机拍摄 飞完一遍以后 突然出了太阳 我就又飞出去一千多米 在电池还有40%电量的时候 按了自动返航 结果 我低估了那天风太大 无人机在半途 突然提示电池电量低 需要紧急迫降 我当时也蒙了 下面都是海水 我又看不到无人机在哪里 怎么降落 结果 在它降落的最后一秒 我从遥控器屏幕上 看到旁边有一片草地 于是用最后一点电量 飞了过去 然后 无人机就紧急迫降 没电了 我马上用遥控器上的 找飞机功能定位 发现无人机应该降落在 途中画圆圈的小岛上了 虽然离我们也就几十米远 但是周围都是海水 没有船也过不去呀 我爸妈劝我放弃 但是无人机里面插的存储卡里 还有昨天我们爬山拍的航拍 我还没备份呢 就这么放弃 昨天辛苦爬了那么久 不是白费了 我问了几个当地人 都说这种情况要找渔民帮忙 刚好旁边就有个小码头 我就挨家挨户地找人 最后找到了这两位挪威大哥 他们听了情况 二话不说 就按照我提供的定位 在电脑上查位置 在确认无人机肯定 没有掉到海里以后 两个人就开着快艇 去帮我捡飞机了 我和我爸在岸上等了大约二十分钟 那二十分钟 大概是我这辈子活到现在最漫长的二十分钟了 当时我在心里已经打定了主意 就算他们没有找到无人机 我也要好好地感谢他们 经过漫长的等待 那艘快艇终于回来了 当红一大哥把无人机从船舱里拿出来的时候 我真的忍不住上去拥抱了他们 我们宿美平生 也许一辈子也不会有交集 但是那天因为无人机的小小不幸 让我认识了他们 体会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善 这也许就是前一天见到双彩虹的暴打 祝愿两位不知道名字的挪威大哥 永远健康快乐的生活 经历了无人机的劫后余生 我们已经耽搁了差不多两个小时 今天还要开很久才能到达预定的旅馆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路开 没有再停下来 不过当我看到路边有个奇特的大方块的时候 还是没忍住 停车 走过去看看是什么 哎呀 这怎么走过都是水 哇 这就是那个镜子 原来这是卢富敦群岛的艺术品景点 Sculptour Landscape 有数十个分布在不同的地方 我看到的这个 竟然是那个最有名的Unteatered 无体 真的是得来全部费功夫 当我们终于看到旅馆的时候 开始狂风大作 在房间里都能感受到房子在震颤 这间旅馆也是海景房 不过完全体会不到海景的优美 整个晚上都在感受来自大自然的可怕力量 这间旅馆也是海景的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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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这个鬼地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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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屋子里 就还挺和平的 你一出来 哇塞 人家地域 他主要是今天风太大 就是风太大 而且他长年都有这种情况 所以你说什么海边小龙 那就在海边呢 其实是这种风险 就是 最漂亮的那一面 已经看到那个来哪里哪里 还紧张 对 那个是 啊 甜美 休闲舒适 然后这也是还紧张 我的妈呀 这边渡劫来了 转天一早 天气还是很差 刮风下雨 今天我们就要开回特鲁姆瑟了 明天就要坐飞机回去了 所以今天是在挪威的最后一天 旅游已经接近尾声了 来看一下我爸妈 这回在 欧洲的一个多月的旅程 有什么感想 感想多多呀 这次欧洲之行 去了三个不同的国家 感到欧洲的风土人情和自然风光都知道我们 不用念 而且看到一生中很难去到的地方 所以因为感谢女儿女婿正提供这次机会 而且他们这个从策划开始 一直到最后马上要返程的这个整个过程 都是一些精心的设计 精心的准备 所以非常的感谢他们 我让你说的是真实话 实话就是一些 实话 很像领导讲话 像领导讲话 你也像下边先行 关枪 不要关枪 当干部当的太久了 用真心 那我妈说几句 我妈感觉更多了 对 然后就说说你的真正的感想 我的感想 我下飞机时候都没有 连力气都没有 现在我是体气十足 而且游了那么多地点 能跟下来 这都多亏了女儿的鼓励 女婿的精心 安排的食谱 增加了我的抵抗力 增加了我的信心 增加了你的体重 增加了我说话都有力气了 原来连说话都有力气 我那时候都有部略 我怕我身体不好 远累了 但是现在 这那么长时间下来 我都基本上能够跟上看 我觉得我很高兴 不仅流略了欧洲的风土人情 而且把我自己的心理 比起了身体上一些疾病 基本治愈 我觉得这趟非常值得 在特罗姆斯的城市里逛逛 明天就要回去了 所以要珍惜这最后半天的时光 去旅馆的路上 经过了特罗姆斯的地标建筑 北极大教堂 我们就把车停了 下去走走 结果因为风太大了 拍照的时候 我们几个站都站不住 照出的照片很搞笑 这次的酒店就在码头附近 我们就去了码头逛逛 这时候雨终于停了 虽然天还是阴沉沉的 但是不影响我们拍照自嗨 特罗姆斯像很多北欧城市一样 街头随处可见一属涂鸦 我们走着走着 就偶遇了这样一大面涂鸦墙 而且又看到了彩虹 特罗姆斯最著名的是 它拦掉时间的夜景 但是当天因为风太大了 上山的缆车停运了 虽然我们非常遗憾 但同时又为再来这里 攒了个理由 至此 我们这次的旅程结束了 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我们带着老爸老妈 拔山涉水 经历四季 从意大利的曝晒 到挪威的腰风 从多罗米地的白云岩 到罗夫敦群岛的峡湾 从无人机失而复得的喜悦 到没能看到特罗姆斯夜景的遗憾 从老妈徒步三小时完成目标 到老爸攀登一千九百七十八街台阶 登顶 群岛山涉水 这里有痛苦 但更多的是欢乐和满满的收获 希望老爸老妈健健康康 快快乐乐乐的生活 因为我想带着你们游世界 我看着这些地图 找那个房间那里干嘛 我们找这个是什么 我给你说你可以吹油 以后的鱼声 哈哈哈 真的 真的 鱼声 鱼声 哼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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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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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 侧面 我觉得在我女儿的鼓励巷子 登上了三峰山 我很自豪 我也以我妈为自豪 我真没想到 你的感言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腾盘 哇 说的太对了 真的 对 我把这个 我把这个屏幕 为手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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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